假如你的身體出現了A現象 你可能就是生男生 如果你出現了B現象 你可能就是生女生 那因為我前幾天去產檢的時候 剛好醫生就是非常無預警的告訴我說 你肚子裡的寶寶是某個性別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拍這支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古人流傳下來的智慧 到底是準還是不準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營養師愛碎唸 我是生女營養師 那今天這一集的孕婦隨便亂聊 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呢 就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寶寶性別開獎啦 那因為從懷孕一開始到現在 我的身體就是陸續出現了很多不同的變化 那其中比較困擾我的就是 我的皮膚變得很敏感 尤其是我的肚子還有胸部 從一開始懷孕就很容易發癢 然後每天洗完澡的時候呢 我就會一直抓一直抓 我的膚況呢 也變得很容易出油長痘痘 所以有時候呢 我的胸口還有背部呢 也會長出一些痘痘 因為我以前是不太容易長痘痘的那種膚質 那我一開始懷孕的時候呢 剛好純粹自然有記憶組 他們的花樣精油液態造沐浴露 懷孕出席 我也會擔心說我的皮膚 會不會不太適合體驗新的產品 所以我就有去看一下他們的成分 那他們的產品呢 一律都是72%的頂級橄欖油 加上純天然的精油 左手香的萃取 整體來說呢 他們的PH值是呈現8-9的弱鹼性 完全沒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劑喔 所以說呢 如果你是皮膚比較敏感的人啊 或是說像是懷孕的婦女啊 還有小朋友 其實都是很適合使用的 那我自己使用了這一系列的 花樣精油液態造一段時間 我真的覺得洗完澡之後 皮膚是非常舒服的 你會覺得說你的皮膚變得很滑溜 也很保濕 不會有那種很乾癢 你想要一直抓 或是泛紅的現象 那因為我的皮膚一直以來 都是那一種洗完熱水澡 很容易發癢的這種狀態 所以說呢 我其實以前也買過那種很滋潤的沐浴爐 可是你洗完澡要沖掉的時候呢 你就常常覺得你沖不乾淨 那我就不太喜歡那種感覺 所以說呢我覺得如果你的皮膚呢 經常是像我一樣比較敏感的人 我真的蠻推薦你可以試用看看 純粹自然這一系列的沐浴罩 那因為呢我前幾天去產檢的時候呢 剛好醫生就是非常無預警的告訴我說 欸你肚子裡的寶寶是某個性別 所以我就想說呢可以拍這支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古人流傳下來的這些智慧 到底是準還是不準喔 首先呢第一個比較常見也是最多人講的判斷方法 酸兒辣女 懷孕的時候假如喜歡吃酸的 你就是生兒子 喜歡吃辣的 你就是生女兒 那我自己在懷孕之前啊 其實我是酸的辣的我通通都敢吃 但是在懷孕之後呢 我變得超級無敵 劈力愛吃酸的 所以呢我一定要吃那種帶酸的水果 我才覺得會比較舒服 所以這段期間呢我可能幾乎都是吃一些柑橘類的 像是檸檬啊橘子柳丁葡萄有這一種的 那反而是辣的東西 我變得完全不敢吃 我覺得辣的東西好像會讓我想吐或是胃痛 所以我其實這幾個月的時間我完全都沒有在吃辣的 除了吃這些酸的水果之外呢 我連聞到的氣味我也特別喜歡柑橘類的 所以懷孕期間呢我幾乎洗澡的時候都是用這一罐 它是甜橙精油配方喔 然後它裡面的香氣呢是來自於甜橙葡萄又檸檬還有廣闊香 然後它的味道呢就是真的是充滿那種柑橘類水果很療癒的味道 然後你在洗澡的時候呢你就是覺得說 哇這個真的是很舒緩你孕吐 聞起來非常舒服 所以我幾乎天天都是用這一罐 所以第一個判斷方法我應該是男生是一票 再來第二個判斷方式呢就是孕吐嚴重的是生男生 孕吐呢比較輕微的是生女孩 我覺得這個判斷方法呢好像沒有什麼科學根據喔 因為本來懷孕期間用完荷爾蒙 尤其是HCG的濃度會升高嘛 所以8到13週的時候都會影響我們的消化功能 所以很多人都會出現一些瘴氣啊消化不良啊 那比較嚴重的人可能就是孕吐 那我的孕吐呢我自己覺得是非常嚴重 因為我一天呢基本上是一定是照三餐吐的 那嚴重一點的時候呢一天可能會吐個五六次都是有可能的喔 所以用這樣的判斷方式呢我應該也是要再投給男生一票 第三個判斷方式呢是瘦男胖女 也就是說你懷孕的時候呢如果你的體型就是有變瘦 也就是懷男生 如果你的體型是變得比較豐育的話呢可能就是生女生 可是我覺得這也不準啊 因為懷孕本來就是一個人變胖的過程 怎麼可能還有人懷孕會變瘦 只不過因為懷孕初期就是我吐得很嚴重啊 所以其實我的體重大概有掉兩到三公斤 有些人看到我說我怎麼整個臉都凹下去了 所以如果用這樣的判斷方式的話呢 我覺得我應該又是要投給男生一票 再來第四個判斷方式呢 醜男美女懷孕之後皮膚可能會變比較粗糙 然後長比較多痘痘甚至會有長斑的狀況 可能就是生男寶寶 那有一些人呢 他懷孕之後他的皮膚反而是變得更有光澤 氣色更好 容光煥發的感覺 這樣的話呢 就是生女寶寶 我覺得這個判斷方式呢 真的很傷人耶 還是說你們覺得我懷孕之後有變醜 可以不要在下面留言喔 那這個要怎麼判斷啊 我覺得我皮膚變差啦 但是應該沒有變醜吧 所以我這個應該是要投變漂亮一票 我不想承認我有變醜 那我自己懷孕之後啊 其實真的是痘痘的狀況有比較嚴重 假如你是當天流汗流比較多 或是運動完之後 你當天晚上的這個清潔沒有用對沐浴品的話呢 你隔天那個痘痘可能會更惡化 那後來我就發現啊 我運動後特別喜歡用這一罐薄荷精油配方的 那因為它裡面有加薄荷 所以它洗起來真的就是很清涼很舒暢的感覺 很有森林芬多精的味道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我老公他也會去運動 然後他運動回來呢 就是那個汗臭味很臭 我也會逼他一定要用這一罐來洗澡 因為他之前就有用他自己不知道哪裡的 有加了一些防腐劑啊 還是那種人工化學品的沐浴乳 它整個味道呢 就讓我聞起來不是那麼舒服 可是用這一罐之後呢 我真的覺得它那個氣味好很多 不會讓我那麼反胃或是想吐 再來第五個判斷方式呢 就是肩男圓女 懷孕之後你肚子如果是尖尖的話呢 就是男生 那假如肚子是圓圓的話呢 就是女生 我覺得這個也很難去判斷耶 因為懷孕初期肚子不是都小小的嗎 那大家覺得我這個是尖的還是圓的 我覺得我這應該是偏平的吧 因為看不出來 所以就是男女各一票好了 好那根據剛剛的統計 我好像是比較偏向生男生那一邊 我們接下來呢就一起來看看醫生怎麼說吧 好不知道你有沒有猜對呢 其實我覺得啊 生男生和生女生其實都很好 因為呢我覺得孕婦在懷孕的過程當中呢 身體已經承受很多不舒服的狀態 那如果說呢 你還為了要生男生女呢 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或是身邊的人給你很大的壓力的話呢 你真的很有可能會產前憂鬱症耶 那我自己呢其實也很感謝純粹自然在我孕期期間呢 贊助我整組的這個花樣精油液態照沐浴露 其實每天洗澡其實是我一個人很放鬆的時刻 那我可以聞到這個來自於大自然天然的這個氣味 我覺得其實真的可以舒緩很大的壓力 那再加上呢它裡面是天然的精油嘛 即使呢你在家裡不用特別去外面做SPA 那你還是可以用這種精油的味道啊來療癒自己 我覺得這其實是每天是很放鬆的一個時刻 最重要的是呢 因為它的產品是沒有添加任何的化學香料色素 還有其他的添加物 是用最原始的方式清潔你的皮膚 所以洗完澡之後呢你的皮膚是感覺很Q彈很舒服的 那如果你的皮膚是比較敏感啊或是孕婦啊還是小朋友 其實都非常適合使用喔 那我自己是覺得液態照的這個清潔方式 會比一般傳統的肥皂來的更衛生更方便 對於我們的皮膚啊還有環境其實都是很友善的 所以呢我也非常鼓勵全家大小可以一起使用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未來呢我也會在頻道當中分享更多運氣相關的話題 那我們就很快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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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選擇 我們會選擇